有民众在脸书上交易 把自己的信用卡资料给了对方 结果遭到盗刷 有人则是遇到银行账户 被绑定了诈骗集团的电子钱包 一觉醒来才发现账户里的钱都不见了 这两个状况的问题都出在 无论是刷卡 申办信用卡 绑定电子支付 各种交易常常用到的OTP简讯认证 像这个简讯有提到OTP密码的用途 是线上申请信用卡 但绑定电子支付试刷议员的简讯 不一定有说清楚 两个个案无论刷卡或银行账户 都被绑定而不自知 因此银行局要求各银行必须更改系统 明年四月前消费者收到简讯 要能分辨是绑卡还是消费 收到OTP交易简讯要看清楚说 它上面到底是消费议员 还是绑定议员 如果是绑定 但是你又没有绑定 那你就要提高警觉 就是这个资讯千万不要给出去 因为给出去 那就死无对证了 专家提醒很多诈骗集团 是利用钓鱼网站 取得民众信用卡号 或银行账户等资料 还有OTP密码 因此民众收到简讯时 要自我把关 另外经管会也要求 电子支付机构 串接到财经公司 做账户验证时 必须检核用户留存在银行的门号 如果是业者检核没落实 造成消费者被盗刷 业者得付民事损害赔偿责任 简单来说 除了消费者 自己要提高警觉 如果是业者没做好把关 消费者求偿 也愚法有据 TVP兄弟 熟悉家张允熙 他就导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 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 小铃铛 转兴